因為不斷準確預言中共政局發展 而聞名的神秘博主華夏政道 而月初突然失聯 引發大陸網友關注 華夏政道的母親日前向海外媒體證實 華夏已經被當地警方抓捕 目前被關押在看守所 消息傳出後 大批網友以各種方式 聲援和呼籲營救華夏 並譴責中共當局以言定罪 自去年7月開始 大陸微博上出現了一位 名為華夏政道的神秘博主 因對大陸政局有著獨到見解和其準預測 而引發大量網友關注 華夏政道最吸引粉絲的 就是他曾多次超前準確地預言中共政局的變化和發展 其中尤其已提前中共官方三個半小時 預告前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落馬最為知名 其他的預測 大到中共公監法系統將面臨大清洗 當局將聯收海外共同反腐 年終將會上演上海大戲 小到馬雲、李嘉誠可能有麻煩 五毛江互搖等 幾乎一一應驗 但同時因多次觸及敏感話題 新浪微博一直對華夏政道進行追殺和頻繁刪號 致使以華夏系列為名的帳號先後轉世多達225次 如華夏政道K5、華夏破靡、華夏開源等等 今年2月3號 網上忽然傳出華夏政道失聯的消息 很多大陸網友開始多方打聽它的下落和背景情況 不久 華夏的真實身份浮出水面 華夏政道真名鄭景賢 1985年生 廣東湛江人 華南理工大學電子商務學院本科畢業生 2012年通過華工MBA考試 大學畢業後分別就職通用電器、Monster、甲骨文 太豪急通等大型公司 隨後 知情網友發帖爆料 指鄭景賢原來的帳號是萬網互通 並懷疑他的失聯可能與中共當局有關 據總部在美國的法輪大法明慧網2月7號確認 鄭景賢是廣州的一名法輪功學員 在2月3號晚被中共國安非法綁架 同一天被帶走的還有一位廣州市法輪功學員黃潛 據知情網友爆料 這位黃潛正是微博上名為《月遇檔案》的女博主 2月16號 鄭景賢的母親向明慧網證實 鄭景賢目前被關押在廣州海珠區南州看守所 看守所拒絕家屬會見 也不允許給鄭景賢送衣物 呼籲外界關注 他被抓在整個微博上引起很大的震動 開始的時候是很多的普通網友 四處在打聽他的消息 有的人是給警察或者相關的看守所等等打電話 還有的人跑到看守所去要求去欠他 或者給他存錢 當然看守所是不允許的 還有好多人是在網上呼籲釋放他 現在好多律師包括一些著名的律師 也在對他的事情進行關注 有網民發文質問當局 他們犯了什麼法 言論自由罪還是良心罪 我覺得這個太小題大做 你說幾句話都不給人說 我感覺這個真的是太過分了 真的是以言論定罪了 當然現在他也沒有說胖或什麼樣 我們當在網上發言就把人抓起來的話 太不應該了 網友波蘭步星說 華夏讓很多人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但卻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天佑華夏